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致詞士表示 Mplus博物館可以比美紐約、倫敦及巴黎等著名的博物館 令香港由以前所謂的文化沙漠 變成國際文化藝術中心 有助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產業發展 Mplus藏館包括諷刺國家領導人的油畫 到上回顧展在中國 及向北京天安門樹中指的艾美美攝影作品 透視研究天安門 早前遭到親共陣營的攻擊被質疑違反《國安法》 當被問及會否展出終止圖是 唐英年表示終止圖暫時不會展出 但會展示其他艾美美的作品 Mplus網站的藏品目錄部分作品只有文字紀錄、沒有圖片 而透視研究天安門也無法顯示 唐英年回應指會不斷審視一批一批擺上去 未上去不代表將來不會上去 唐英年又稱文化藝術創作需要有良好的空間及氛圍 大家要以多元開放、包容的態度看待 西九一直維護及鼓勵藝術表達及創作自由 他也強調西九專業的拆展團隊會確保所有展覽合法 包括《國安法》以及所有香港法律 當被問及西九文化區財政 唐英年表示財政壓力緊張 區內的商業中心仍未落成 而Mplus博物館、故宮博物館、喜曲中心等都需要補貼 和文化的活動 詞曲點是否認識